恐怖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实 真实的最好呈现就是记录 记录最可怕的就是突发事件 2007年在西班牙 一个普通的新风采访就遭遇了以上所有要素 视频前的女孩叫安基拉 是西班牙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 临近消防日 台里让她做一期关于消防员日常的节目 在消防队跟拍了两天后 就在他们准备收工时 突然警铃大作 消防队接到了出警的任务 安基拉觉得如果能跟拍他们出警 那么这期节目会丰富很多 于是她带着摄像就一起跳上了消防车 路上她向观众介绍了此次出警任务 有一位老人空在了公寓里 邻居们听到了奇怪的叫声 然后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事发地 进入公寓前 他们发现门口还停着一辆警车 看来事情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来到公寓后 邻居们七嘴八舌的介绍着楼上的情况 有人说听到了疯狂的喊叫声 还有人说听到了奇怪的噪音 就在他们准备上楼查看时 一名警察从楼上走了下来 他诧异的看着摄像机 消防员急忙上前解释道 说他们正在拍摄一档电视节目 说完他们便一起向楼上走去 来到了楼上 守在门口的警员向消防员说明了情况后 他们决定破门而入 安吉拉也急忙抢占了有力的位置 对着镜头做了一个简短的报道 然而还没等他说完 消防员已经用工具打开了门 他便急忙跟了进去 屋里没有任何异常 只是突然变得很安静 警员一边喊话一边往里走 在走廊的镜头 隐约能看到一位满身是血的老太太 等他们靠近后才发现 屋里一片狼藉 老人出了身上 嘴里和脸上都是血 因为屋里太暗 摄像师下意识地打开了灯光 老太太突然瞳孔放大 面目变得极度猙獰且暴躁 众人急忙制止了摄像师 警员则赶紧上前安慰着老太太 至此大家都以为 这只不过又是一起很普通的暴力事件 然而接下来事件的走向 超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我宁下来的老太太 突然意味着跳到了床垫上 对着众人就咆哮了起来 然后就在警员转身之际 他突然扑了上去 直接咬住了他的脖子 安吉拉被这突如其来的辩护吓闷了 其他人则阴挖上 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他们封开 另一位警员急忙抱起他来到了楼下 也还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空灾大厅的居民告诉他们 就在刚刚外面来了很多警察 将整个公寓楼都封了起来 任何人都不准出去 看似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出警任务 却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诡异的事件 那么这都公寓里还有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安吉拉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 冲到门口疯狂的大叫着 屋内动视人心惶惶乱做了一团 突然外面传来着巨大的广播声 听完广播所有人更慌了 就连消防队员和警察都不淡定了 他们观察了一下四周 准备敲开连接后面店铺的卷帘门 先将受伤的同事送出去 然而就在这时 形势急转阿夏 留在楼上的另一位消防队员 突然从上面掉了下来 城堂的巨响和四箭的雪浆 洞身上大地内乱成了一锅粥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楼上突然又串来了恐怖的叫声 警员匆匆的安抚了下居民 便期望向楼上跑去 此时丹吉拉已经从恐惧中反应了过来 职业的本能告诉他 这栋楼已经成为了全城的焦点 而他是空在这里唯一的媒体 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或许就在眼前 想到这眼前的险境 似乎也变成了老天的馈赠 他偷偷的跟到了楼上 屋里依然能听到一些怪声 但是消防员和警察却不见了踪迹 就在他们快接近礼物时 一个女孩惨叫着 跌跌撞撞的向他们跑来 还好消防队员及时出现 就在这时 老太太又出现在了走廊的尽头 停留了片刻直接向他们冲了过来 这次警察不再犹豫 直接开枪将老太太击倒在地 老太太被击毙后 安吉拉觉得危险已经被解除 便急忙来到了楼下 楼下终于已经撬开了卷雷门 但是后面的店铺和大楼内的所有出口 都早已被封锁了起来 显然这里发生的事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居民从开始的慌乱 逐渐变得恐惧起来 还有人发现楼内的所有电子设备 都被拼毙了信号 一位母亲说孩子一直在发高烧 她老公出去买药到现在也进不来 还有商员如果再不送出去 很有可能就会死掉 情况越来越危急 在警察和消防员的不断沟通下 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政府决定派一名防疫安检员 进来检查伤者 如果安全 可以将他们先送出去救治 其他人也会尽快安排防疫检查 说完防疫员在层层的保护下 小心翼翼的打开了门走了进来 安检拉透过门口看到 外面不仅有防疫人员还有特种部队 防疫人员竟然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情况 便向安置伤员的房间走去 安检拉则也偷偷的跟了过去 他们在一扇扮演的窗户前 拍摄着里面的一举一动 防疫人员进去后 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手铐 将伤者牢牢的扣在了床上 然后给他踩了血 注射了一些药物 临走前他拿出了另一副手铐 交给了警员 让他将已经失去意识的伤员也铐上 警员明显有些懵 然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失去意识的伤员突然起声 拉住了防疫人员就要咬他 屋内的人瞬间扭成了一团 在其他人的掩护下 防疫人员才得以挣脱 摄像师吓坏了赶紧离开了窗户 来到门口 防疫人员和警察还有消防员已经逃了出来 只留下了住在这里的实习医生 防疫人员说他已经被咬伤了 不能放出来 便通是通过血液和唾液进行传播的 听到这其他人似乎已经明白了 看来防疫人员进来前 就已经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他们的质问下 防疫人员说出了实情 原来就在昨天 他们接到了一名授医的电话 说有一条狗送来后没多久就死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 他既然在没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 四肢依然可以用动 他们赶过去带走了那条狗 从他耳朵的芯片里 得知那条狗叫麦克斯 主人就住在这栋公寓里 听完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 抱着小孩的妇女 因为整栋楼都知道 那条叫麦克斯的狗是他们家的 妇女还在争辩着 防疫人员一边安抚着妇女 一边让他将小女孩交给自己 随着他不断的靠近 母女俩的情绪也逐渐激动了起来 就在这时 小女孩突然将脸转了过去 咆哮着向楼上跑去 众人急忙按住了被咬伤的母亲 将他靠在了楼梯的扶手上 然后他们便冲上去去找小女孩 来到楼上 他们发现之前被击毙的老太太 也发了风似的从外面冲了进来 小朋友拿起锤子 直接将老太太打翻在地 随后他们便向楼下抬去 随着此时的楼下也乱成了一团 之前关在卷联盟后被咬伤的人 也都再次复活了 死命的向他们冲了过来 眼看卷联盟也无法阻挡他们 他们只好在邻居大叔的召唤家 逃到了阿罗大叔的家里 在确认屋内的人都没有受伤后 所有人都被再次升级的事态搞崩溃了 半小时前 他们都以为检查完就可以出去了 连进屋外所有的窗户都被封锁起来 而且重兵把守 大叔在绝望中突然想起来 一楼的小作坊有个地下室 里面有个下水道 那里可以通向其他街区 但是地下室的盟是锁着的 要是在实习医生的家里 刚说完 他就已经被感染的房源抓住咬伤的头部 小房源和安吉拉只好再次逃走 他们先来到一楼 从邮箱上面找到了实习医生的房间号 但是等他们返回时才发现 刚才下楼的动静已经惊动了楼内的所有感染者 在小房源奉利的阻击下 他们终于找到了实习医生的家 小房源帮他们在门口守着 安吉拉则急忙进到屋里找钥匙 人家找了好久才找到 但是等他们出来后才发现 整个楼道都是感染者 连小房源也变异了 想去地下室根本不可能 他和摄像被迫只好向楼上逃去 很快他们来到了顶层阁楼 就在千秋一发之际 隔楼内漆黑一片 等摄像师打开灯光后 他们惊讶地发现 整个隔楼就像一个实验室 里面不仅有大量人体实验的器具 还有各种宗教用品和照片 在另一面墙上 全是关于一个葡萄牙小女孩失踪的报道 报道称小女孩被恶魔附生 在梵蒂冈治疗时 突然不明奇妙地消失了 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屋里摸索着 希望能从这里找到出口 但是愿望里生路安吉拉的心就月亮 因为他感觉这里就是整栋楼病毒的发源地 很有可能是整栋楼最危险的地方 在一个放着各种档案的桌子上 他们发现了一个开盘式录音机 安吉拉急忙按下了播放键 里面都是一些实验记录 大部分他们根本听不懂 不过里面确实提到了 那个失踪的女孩和教母实验 最后不知道因为什么 实验好像失败了 并且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安吉拉他们继续往里走 这个房间应该是做实验的地方 里面还有一个被锁起来的暗门 就在他们准备出去时 这空中突然传出了响声 紧接着一块木板从天花板掉了下来 摄像师想爬上去看看 或许这里有通向其他地方的管道 但安吉拉不想要他这么做 如果摄像师也出了事 那么这个恐怖的地方只剩下他自己了 这样他简直生不如死 最后他们决定先把摄像机 伸进去观察一下 通过摄像机可以看到 里面出了一些杂物什么都没有 就在他准备下来时 镜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小男孩 因为光线太强 小男孩一把枪灯打坏了 惊讶中他们再次陷入了黑暗 安吉拉在海岸中崩溃的大哭了起来 摄像师一边安抚他一边打开了夜市功能 他带着安吉拉向来时的入口走去 然而没走多远 就在他们的不远处 出现了一个细长瘦肝的人影 称快我还没发现他们 还仍究竟躲在了桌子下面 大气都不敢出 很快那个半人半鬼的瘦肝人影 听着声音就来到了他们的房间 摄像师屏住呼吸 用夜视仪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个怪物的四肢就像竹竿一样 没有一点肉 嘴角周围高度腐烂 穿着一个类似尿不湿的内裤 然而恐怖的是 他手里竟然还拿着一个锤子 怪物离他们越来越近 几乎就要摸到他们了 这时摄像师再也蹦不住了 巨大的恐惧戏来 让他做出了不理智的举动 他拉着安吉拉一步一步的 开始往后退 刚退没击步 他们就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 巨大的响声 瞬间进入了怪物 他举着锤子直蹦他们 怪物就像发了风似的 举着锤子四处乱咋 摄像师为了掩护安吉拉 倒在了怪物前面 很快他就被怪物垂倒在地 屋内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没了摄像机 安吉拉就像盲人一样 在屋里四处摸索着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摄像机 但是当他捡起来时 摄像机里的画面 让他后悔不已 只见那个怪物浮生 郎中火焰地啃食着自己的同伴 刚开始在汉案中摸索着他 脑海里肯定想象过怪物的样子 但是当他实实在在地看到后 才发现自己还是太年轻了 这个怪物远比他想象中恐怖一万倍 就在他想拼尽全力最后一波时 一个无形的力量 直接将他转进了无尽的黑暗 全片结束 我现在还能很清楚地记得 15年前看到此片时的激动之情 那时的电影并没有那么多花样 还都在老老实实地讲故事 所以这部电影带给我的新奇感 真的是言语难表 虽然在此之前我也看过《女巫不来》 但是死亡录像应该是当年 将伪居录片形式 发挥到最大限度的影片 它打破了以往的观音体验 那时大多数电影 都是靠故事和线性剧情 引导你一点一点地 去相信他们所讲的事 然后产生共鸣 最后达到共情 然而死亡录像以伪记录的形式 让你完全像一个探险者 或者窥视者 跟着晃动的镜头和主角一起 去解锁每一个场景和故事 营造出强烈的代入感和真实感 某一个瞬间你会真的相信 这就是一盘无意间被发现的录像带 只是有人找到了它 然后播放了给你看 死亡录像是我最早看过的伪记录片 但是做这个账号已经快两年了 我却一直没敢讲它 因为我知道它的分量太重 而我的功力还太浅 但是今天我忍不住 讲将它带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喜欢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知道你们能看到 这已经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了 但最后还是想小小的奢望一下 希望大家能点个赞 关注一下再走 再次感谢 我是皮肤 下期见